大家好,欢迎来到Creating Power,祝大家听书愉快,下面我来为大家朗读本书。 首先是前言部分,你以什么为生? 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在大地上种植和寻觅食物、纤维和饲料。 农民必须是各行各业的能手,掌握生存所需的所有技术。 他们在宗族和部落中工作,寻求共同繁荣。 工业革命以后,我们主要依靠从采矿到管理相关的工作来谋求生活。 我们喜欢说,我是矿工、秘书、教师、工厂工人、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工作显示了我们的身份、工作场所以及足落。 工会运动助力公司开始关注底线问题。 我们的工作也成了我们的退休计划和医疗保健的一大保证。 也许这种方式会有些许乏味,但却也很安全。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新生力量已经对中产阶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压力。 半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能更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以什么为生? 很明显,仅靠职业以及角色定位来回答这个问题远远不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运用本书工具箱中的每一个工具来拼凑出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平衡生活的工作。 当格兰特·萨巴蒂尔意识到工作已经无法维持他的生活时,他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知道目前他的境遇很糟糕,而且如果不能有所改变的话,他将最终被这个世界给吞没。 启蒙可以来自对冷酷现实的洞察。 在今天的白话里,我们可以说,格兰特被唤醒了。 他发现了如何通过所有合法,合理的机会赚钱,并且逐步深入, 直到他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从破产到百万富翁,再到财富独立。 格兰特的天赋充分体现在这本实用而聚焦的书里, 尤其是通过其中的创业态度和策略。 你可能想要快速变得富有,但同时,请记住, 你需要的不是遵循格兰特的方法在接下来一两年变得富有, 而是无论经济状况、财务状况、或者投资环境怎么样, 你都可以拥有赚钱的能力。 我们无法预知,机器人是否会清理你的房子, 或名为亚历克萨的人工智能, 无论是什么,是否会帮助你订购杂货, 和你打扑克,以及在你疲倦一天后关心你。 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也就是随时留意机会的出现。 你可以从容接受或者咒骂工作的不稳定性, 临时性以及暗虚性, 但在实践层面上,你最好学会适应。 不过,格兰特尤为强调一点, 那就是赚大钱并不是关键, 时间才是关键。 去爱人,去学习, 去关心别人, 去玩耍, 去贡献的时间, 才是你在赚钱中应该着重关注的点。 你可以像格兰特一样, 充分利用你二十多岁年少青春的时光来赚钱, 尽可能多地投资于那些易于赚钱的资产上, 如股市、房地产等。 这样, 你就可以在你的余生去追寻更大的梦想。 格兰特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 那就是在你生命早期投资的钱会不断积累, 不断增长, 从而使你越来越富有。 不过, 你也不必完全按照格兰特的方法来投资, 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方法来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 这样在你的余生, 你就可以不必为金钱所累, 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供养一个家庭, 或者可以外出旅游, 如在太平洋山极小道上, 进行一次徒步旅行。 在我与乔多明格斯联合创作的《富足人生, 要钱还是要命》一书中, 我们建议你再不牺牲诚信或健康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 以实现财富独立的承诺。 我们不关心如何使你的收入最大化, 毕竟我们自己已经有二十年没有为钱而工作了。 为了省钱, 书中我们提出了数百种想法, 其中一些比较常规, 一些比较激进。 在第七章, 对于工作、 收入, 我们提出了挣脱常规工作等于挣钱的架设。 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作与金钱无关。 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即读者可以脱离工资奴役, 因为需要钱而被迫工作加入有钱人的行列。 从这个意义上说, 格兰特的书填补了富足人生, 要钱还是要命的一个主要空白, 而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部分内容的存在。 谢谢。 但格兰特和我在某些想法上不谋而合, 我们都相信, 生活比金钱更重要, 掌握我们与收入, 支出, 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解放了我们真正工作的时间, 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使世界变得更好。 在倡导建立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 并从这个基础上做更重要的工作方面, 我俩拥有同样的热情。 我们的书是一种我们试图给予他人自由的方式, 但我们的合作关系是挑战集体假设, 这些假设使我们无法理解如何为每个人提供金融安全。 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中, 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和给予贡献, 这对几代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梦想, 但我们却一直保持对他的渴望。 这就像乘务员指示, 你先戴上氧气面罩, 流动的是金钱而不是空气, 然后协助周围的人戴上氧气面罩一样。 这本书就是你的氧气面罩, 快带上他,高效赚钱, 获取自由吧。 然后你就会相信, 每个人都能畅快生活。 下面开始本书第一章节, 你可以,而且应该脱离工资奴役, 七步创造终身收入, 我是如何在五年内将2.26美元变成100万美元的。 格兰特,醒醒, 我妈妈在楼底对我大喊大叫, 建案还是上午11点, 我又睡了一觉。 在童年的卧室里醒来, 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中学时代, 但实际上我已经24岁, 失业, 正和父母住在一起。 当然也有很多千禧一代, 跟我的近况差不多。 那是2010年8月, 两个月前, 在丢掉一家报社研究员的工作之后, 我搬回了家。 父母对我说可以暂时待在家, 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一分钱。 而且三个月内, 我必须重整旗鼓, 重新出去上班。 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我找工作的进展如何, 我总会试图避开和他们目光接触, 但他们总会怀疑地看着我。 事实是, 我已经停止找工作了。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我连续发了200多个求职简历, 但至今没有接到一个回店。 这么多的简历石沉大海, 让我倍感绝望。 那年八月的早晨,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 除了目前的财务状况外, 我更多的是在想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 我有一个更急切的愿望, 吃墨西哥辣玉米煎饼。 我知道, 目前我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不得不在手机上查了一下账户余额。 失业后, 那一个曾让我发誓, 坚决不能动的账户, 目前竟然只有0.01美元。 我的支票账户余额也很惨, 只有2.26美元, 几乎不足以支付牛油果酱, 更不用说一整块玉米煎饼了。 我对自己的账户余额进行了截图保存, 以铭记此刻这种无助的感觉, 并为未来提供动力。 最后, 我把这张图片挂在衣橱里作为每日的提醒, 一直到现在仍然能看到它。 最终, 我还是被饥饿给打败了。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火急三明治, 然后走到后院。 这是华盛顿郊区一个难得的凉爽的夏日, 可以听见除草记的声音, 以及邻里孩子们享受着最后一周暑假的欢声笑语。 我躺在草地上, 就像小时候一样, 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 这天空上方偶尔会有一些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的飞机。 我就在想, 如今为什么到了此番悲惨的境地? 我明明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得还不错呀。 我上了一所一流的大学, 努力工作,取得了好成绩, 甚至在毕业前得到了一份工作。 毕业后, 开始为一家分析公司工作, 并以为我正走在创造财富和成功的道路上。 但是事实证明, 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乏味的办公园区, 离我住的地方大概两个小时的距离。 大楼的窗户没有开, 办公室经理也懒得更换空气过滤器, 所以空气总是很糟糕。 我坐在一个四英尺宽的半格间里, 日光灯太亮了, 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我总是努力工作, 以确保老板喜欢我, 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一点也不想干其他事情。 我只想坐在电视机前发呆, 吃零食。 结果是, 我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 尽管一直很累, 但我睡不着觉, 因为总是在被第二天焦虑。 凌晨四点五十分, 闹钟就会响, 我会爬下床, 重复一天的日常。 如此反复, 我能感觉到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正在滴答滴答的流逝。 你会习惯的, 当我打电话抱怨时, 爸爸以鼓励的方式告诉我, 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我试着让自己相信,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在办公桌上花的每一分钟, 以及赚的每一美元, 都帮助离我梦想的生活更进一步。 但实际上, 我只是在用宝贵的时间来赚取 足够的钱, 然后支付我的账单。 我一个月领两次工资, 然后靠着这点薪水度日。 第一次的工资直接用来付房租, 第二次的工资则用来支付 我的信用卡账单, 而这似乎与日俱增。 我告诫自己月底一定要存些钱, 但实际上我最终花的钱 总比我赚得多。 因为我总觉得 努力工作了一个星期后, 周末一定要出去犒劳一下自己, 正所谓努力工作, 努力玩耍。 然后我又会向自己保证 下个月一定会存钱, 并使自己相信 只要我赚得多, 我总能存些钱。 等我长大后, 我也能逐渐学会存钱。 我们下期待会见。 正在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